就在两个星期前 Adobe更新了旗下所有的软件 把Lightroom Classic从9.4版本 一下子就更新到了10.0 从版本编号上不难看出 这是一次质的飞跃 在更新后第一次打开Lightroom的时候 我发现 怎么分离色调没有了呢 起而代之的是一个全新的调色工具 颜色分级 有没有觉得它看起来特别的眼熟 和视频软件里的调色工具 长得特别的像 当看到这三个颜色轮盘的时候 有没有觉得特别懵 这些都是干嘛用的呀 下面就来跟我一起感受一下 全新的调色神器到底怎么用吧 大家好 我是艾蒂 欢迎收看旅行摄影小课堂 原来使用过分离色调功能调整过的照片呢 现在打开之后 会自动的匹配到颜色分级里边 最直观的区别就是 分离色调只能对照片当中的高光和阴影 添加颜色 而颜色分级比它多了中间调的调整 这绝对是一个巨大的突破 它让后期调色变得更精准了 多了中间调的颜色调整呢 它让照片的整体颜色更为丰富 同时可控制性也变得更强了 颜色分级功能呢 一共分为全局调整和分色调调整 这两种模式 总体来说 我觉得颜色分级功能 更像是分离色调的加强版本 它简化了之前分离色调 在调整简单影调时的操作 还是以咱们的小白盒子为例 假设它是我们的拍摄对象 可能是一个人 也可能是一栋楼 使用全局调整呢 会给照片整体添加任何一种颜色效果 例如这张照片呢 由于照片中几乎没有暗部 在调整时 可以直接使用全局调整 为照片添加暖色 直接拖动色轮 寻找一个想要的颜色 然后通过下面的色相 和饱和度数值来进行微调 色轮的最大优势呢 是弥补了色相花块 给大家带来的迷惑 因为色相花块两端呢 都是红色的 靠近左侧是偏向黄色的红色 而右侧呢是偏向紫色的红色 这正是色轮当中 红色两边相邻的颜色 所以说这次升级呢 真的是将色相这个设置 变得更容易懂了 也更容易操作 设置时呢 直接在色轮当中滑动 就可以看到左侧照片的变化 非常的直观 在全区调整中有三个贴心的小工具 点击小三角图标呢 就可以打开这个参数画块了 首先多了明亮度的设置 我万万没想到啊 居然在调色工具里 还可以修正亮度 这简直是太方便了 不需要回到基本设置当中 去进行微调 提高了调色的效率 减少不用的重复操作 那由于是在全局调整当中呢 这里的明亮度参数 将会增加照片的整体亮度 色相左侧这里的小方块呢 提供了几个颜色的预设 但最有用的呀 是这个吸管功能 按住主标 不要松手 将吸管移动到照片中 任何的位置 就可以抓取照片中 已有的颜色进行色调添加 这让调色结果变得非常的自然 不会因为添加了 某种不匹配的颜色 让照片看起来很怪 很假 所以最保险的配色方案呢 就是使用照片当中 已有的颜色 右侧的小眼睛 可以关闭调整效果 反复查看 调色前后的样子进行对比 以前呢 都是要通过关闭功能 这个按键来完成 但是每次关闭和再次打开 都会记录在历史记录里 这无疑会让历史记录 变得极其的复杂 并且呀 根本没有这个必要 这个小眼睛的出现呢 完全释放了历史记录 真的是太贴心了 分色调是将照片中的高光 阴影和中间色调分别进行调整 在阴影添加绿色 也就是小白盒子没有被光照到的地方 在高光添加红色 大面积的范围呢 都被光照到了 所以高光效果在这张照片当中 十分的明显 中间色调是高光与阴影之间 那些不是特别亮 也不是特别暗的部分 添加蓝色 方便大家看清楚 通过最顶端的图标 可以切换分色调的不同模式 三项模式会同时显示三个色轮 想要调整的参数呢 都摆在这里边了 每个色轮下方的滑块 用来调整这个部分的明亮度 小眼睛呢 可以关闭某个色调的效果进行对比 如果你更喜欢全局调整中的 那些便捷的工具呢 可以进入每个色调 进行单独调整 但是最下方的混合和平衡参数呢 无论在哪个里边设置 它的最终效果都是一样的 混合设置可以理解为 不透明度或者效果的浓重程度 它可以对我们所调整的三个色调结果进行微调 比如觉得颜色太重了 有点假 降低混合参数呢 就可以将整体的效果变得清淡一些 反之呢 就可以让效果更浓 平衡设置是指高光与阴影之间的影响范围 通过平衡设置可以打破原照片当中的色调比例 例如在这张照片当中呢 阴影很多 如果我想让高光的暖色覆盖更大的范围 让阴影也多少有一些暖色的话呢 我就可以拖动平衡数值来进行调整 同样它可以让阴影的蓝色影响到中间色调和高光区域 全局调整和分色调调整实际上是可以叠加使用的 我在调色的时候呢 会按照这样一个顺序 首先分析照片中的色调 比较单一的色调呢 就会直接使用全局调整 这有可能是顺光的照片 或者内容比较简单的画面 遇到色调比较复杂的照片呢 像城市街道和有建筑的日落 我会先在三项模式里分别调整三个色调 大概拖出接近自己想要的效果 然后呢切换到每个色调仔细的微调 最后再考虑要不要使用全局调整 给照片的整体进行上色 通过短短半个多月的使用呢 我发现自己已经爱上了这个全新的颜色分析功能 还记得我说过 如果只用一个工具来给照片调色 那肯定是分离色调功能了 现在可以负责任的说 作为升级版本的颜色分析 它绝对可以胜任这个位置 大家不妨拿几张照片来玩玩看 反正呢我是玩的停不下来了 感谢收看旅行摄影小课堂 我是艾迪 每周分享旅行摄影相关的拍摄技巧 和后期修图教程 欢迎关注我的频道 我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